做完会供以后 为什么要把一些会供品拿到户外呢 户外 这个就是不是给这些户法以外的 比如说终生 给这个恶归到的 或者是一些非人的 比如说这个会供里面 它有一部分是本尊 一部分就是自己吃 然后一部分拿来布食 那么这个就是布食的一块 那要是说到这个 这属于布食的一块的话 那我把这个会供品给小动物 不也是也属于布食的一种吗 这个不是自己给小动物 这个就是布食给鬼神的 那你这个东西 可以拿去放在一个 不影响别人的地方 如果是城里面的话 那就是有点不好做 然后你把少量的东西 就是在户外 你本来就是在山上 比较安静的地方 那就没有这个问题 你把这东西放在这儿 你要不要给谁 你走了以后 小动物吃了 这你也不需要管 但是这个不能直接拿给 小动物吃 这个是直接 不是给鬼神的这个部分 那你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在城市里 这个鱼供怎么放 其实是有一点不方便的 那这个怎么处理 才如理如法呢 因为毕竟仪轨上有提到 就是要有鱼供这一部分 那就就是少量 量少一点 一点点 一点点 对 就是这样的话 谁也不耽误 不影响 也不会 也不会污染 也不会怎么样 对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